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听我老宋看大山 我们经常听到老人对年轻人有这样的教育 说什么,我们当时养五六个孩子都没有这么累 你们现在养一个就这么累 我们当时一个人挣钱,家里能养活五六个孩子 你们现在一个人挣钱,养活两个孩子就得饿死 是不是都听过这个观点 这观点一出来好像说什么呢 就好像说现在我们的条件好了 物质生活好了 不是因为经济发展造成的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孩子少了 如果我们孩子多,一定还会过到那个样子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那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咱们先说说过去都说养五六个孩子不累 这句话对还是不对 我相信任何一个年代 这些养五六个孩子不累这句话都是不现实的 只是说什么呢 大部分说这句话的人都是当初的孩子 你看我们兄妹指着五六个 也没觉得我们父母累啊 也没觉得我们父母多辛苦啊 你去问问当时的父母 你现在这个年龄应该在这儿八九十岁了 你问问他们当初他们累不累 他们辛苦不辛苦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强度 他们的压力是什么样的 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为什么?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老没有保障小更没有保障 他们有一口好吃的得先供老的 然后供小的自己吃康厌菜 你说他们不累 只是说所谓的孩子们天真快乐 他们没感觉到累罢了 你不信去问问带五六个孩子的父母 无论哪个年代 你问问他们辛苦不辛苦累不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咱们再说说啊 说把孩子养得挺好 五六个孩子我们养的不也挺好吗 说实话 对就叫养活 只能说是养活了 当初什么咱也听说过 五六个孩子 老大的衣服老二穿 老二的衣服老三穿 老三的衣服老四穿 风了又虎补了又补 对不对 吃那就更不用说了 哪有那么多好吃的呀 能吃饱就已经不错了 然后什么 老大带老二姐姐带弟弟 哥哥带妹妹 就是这样啊 我听我丈母娘讲说 就是什么 她要想上学去啊 怎么办呢 父母还在工作呀 她把弟弟绑在一个栏杆上 小弟弟绑在一绑 她走了 她上学了 玩家课了 回来来看看弟弟 松开一会儿带绑上 那个 弟弟就说呀 小弟弟就说 哎呀我姐弟这就往那一绑 这也叫带 你现在父母是要把自己 你还要绑着这父母的风脑 对不对 所以说那阵带孩子叫什么 没有办法 这会造成了 哎 大家呢 有了孩子只能这么养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 孩子多了 在意的程度就差了 那阵说 对孩子也心疼不 也心疼自己孩子谁不心疼 但是你孩子多了 你在意程度就差了 就同样一个道理 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 你现在有东西 你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好车 哎你觉得 哎呀我挺喜欢的好车 我可惊心了 现在马上给你五辆好车 你还会那么惊心吗 哎呀真无所谓的 可能车比孩子不恰的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朋友们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你有一个孩子 对不对 现在有这句话呀 叫什么 一个孩子造书养 两个孩子造猪养 就是什么 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大家可金贵了 哎呀这怎么样 第二个孩子 哎呀习惯了 你要上个孩子 四个孩子 哎呀就正常了 也不是说不爱他们 是属于觉得正常了 所以养的就放开了 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那阵养个孩子 真的 你看一下 现在一般家庭 养个宠物狗 宠物猫都比他们养的好 都比他们金贵 都比他们各方面的好 所以朋友们 尤其一些老年朋友们 千万不要提出 我们大陆五六个孩子 养活的挺好 你们也就是说 当初五六个孩子 给养活了 而且 还有多少没养活的呢 反正我知道 我听过的老人 竟说的 哎呀当时 比如现在我怎么 当初七十十六个 什么走了一个 当初怎么几个 走了一个 好像我一天 家家都有这么走的孩子 好像是 五六个孩子 就那个年代的 不行大家可以打听打听 我记得我爸 给我讲过一个 切身的那什么 特别让我感触 就说他们那个 附近呢 有一个 那点扎天条件都不好嘛 他家是有几个 三个孩吧 然后呢 就是 没有钱 这就是好几天 都没怎么吃饱了 哎呀 好又一开钱了 上班开钱了 就说行着 哎呀 让孩子饱餐一顿吧 就蒸了一锅大米饭 蒸了一锅大米 大米饭呢 平常都是吃粗粮啊 那天就蒸了一锅大米饭 反正他们还就告诉孩子 说呀 我去上班了 然后你们就自己吃 哎 这有点菜 吃米饭啊 你们就自己吃 我就走了 你要现在加钱 那几段孩子 七八顺的孩子 六七顺的孩子 现在加钱 谁干嘛 自己孩子 六七顺那么能家 对吧 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这几个孩子啊 那饭味一出来 就哎呀 香啊 也没蒸熟 他们就给打开了 打开就开吃了 那你不用鸡爆啊 结果全呈死 母亲回家一开 饭也没有了 也吃挺多 孩子躺康上睡觉呢 现在挺好 在那 等又闷点饭了 现在叫孩子起来 吃点再吃点啊 一巴了 全部动了 多可怜啊 你想想 呈死了 这是真事啊 我老叔讲这个 是绝对的真人真事啊 发生的 那朋友们想 现在你能呈死 那得是什么 那得是 真的是饿到一定程度了 没有吃过那么好的东西 现在孩子可能吗 你现在孩子生死的 你给他整什么 他也那样了 对不对 哎 所以说 还老说那关 那点只能叫养活 也就不错了 嗯 再来说另一个观点 是什么 说你一个人开子 我都养五六个孩子 现在你一个人开子 能养两个孩子吗 的确 你现在一个人开子 养两个孩子 肯定非定 你要养行孩子 估计养不活 呃 不是养不活啊 估计养不了 为什么 现在是对孩子 什么教育 那点孩子 现在 你无论吃穿 住行 对孩子是什么样的 对孩子讲究什么 各种补导法 什么勤其数 画得样样精通吧 什么物理化得补吧 给孩子学习吧 给孩子提高智商吧 都讲不出站起跑线 咱先不说这点 对不对 但是父母们是什么 把全部心血 都投入到孩子身上 以前叫什么 自由发展 哎 你是那块料 你就能出息 我父母对我们 那点都是 哎呀 什么补科学 你要是那块料 都行 你看谁 你也没 你还不是那块料吗 你还是不是那块料 是这么说吗 现在父母 你看谁在这么说 现在父母什么 你可能不是学习这块料 但我一定想 有机会 要成为另一块料 就是说我尽可能的去给你提供更好的条件 更好的资本 我全力以赴去提供给你 然后最后如果你没行了 没行就没行了 反正我努力了 我们一起努力去做了 对吧 你不能说 我根本就 你有这个天分 我没有提供给你 那 你自己是不是觉得也挺后悔啊 对不对 所以 现在不是说 你一个人挣钱 养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养不了 是你养不好 你告诉我 现在说 上学不花钱 义务教育 至少九年是义务教育 有的时候扯淡 我跟你讲 一点不扯淡 你就正常 我就学习 然后我就不交钱 没有任何问题 书本钱 现在都不要 对吧 学费书本都不要 不花钱 很正常啊 吃穿 你要想 只让他吃饱 没多钱 对吧 你就想吃饱 那就吃大米饭 大米饭 对吧 蔬菜 能多钱 你吃不饱吗 穿呢 就更不用说了 你不找好的 不找名牌 对吧 哥哥妹妹的 这家人来 捡点穿呗 对吧 大人的改一改 都能穿 像个补丁 那你说 这种东西 养不活吗 你给我五个 我也能养 怎么样 只是说 把生活品质 降到风低了 然后呢 孩子很委屈 就这样 但是呢 有一点是呢 朋友们就说了 那不一样啊 过去全这样 对吧 他家这样 我家这样 所以说就 大家没什么了 你都是穿 这种补丁的 都吃不起好的 那我就平衡了 也没有什么 都这么养孩子 你现在不行啊 你现在人体是 那么养的 那我要这么养 那 一比不完了吗 那孩子不就 上次轮了吗 对吧 那所以说 现在这时候 才知道不好养的 养不活的 因为你得去比呀 那当然对呀 你说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比人家 都一个孩子 你非得养三个孩子 养五个孩子 玩你说你喝一瓶 人家比去 那能比吗 对吧 一个时代 是一个时代的情况 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 现在我们的生活品质高了 绝对不是因为孩子少了 而且明确的可以说 现在如果像那么养孩子 肯定比那点养的多 这是一定的 你现在就看看 谁家养个小猫小狗的 费心呢 你看个小猫小狗的吃的 不花多少钱 所以说哪个时代 都有哪个时代的情况 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 我们现在的什么好了 绝对是社会发展的进步 绝对是国家富强了 所以我们要感谢国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还有那个 现在养孩子叫养好 我们父母可能有的时候过了 但是我们会全力以赴养孩子 你们那点叫养活 不一样的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希望朋友们关注老宋 拜拜